拖板車載運大型吊車 一個過彎後 後方吊車突然45度旋轉 當場從車後方吊下來 瞬間塵土飛揚 對上到小貨車差一秒被撥起 但吊臂還是不偏不倚的雜重 零停在旁的垃圾車 嚇得附近民眾通通跑出來 車禍意外就發生在新北市林口粉療路二段上 事故佔據雙向道通行 遠景道場封路指揮 但吊車體積又大又重 現場緊急吊派其他脫掉業者道場 先把配重塊吊起來 再將車體分解 但好端端的怎麼突然掉落 綁掉車的鋼索 斷掉 鋼索斷掉還險雜路人 因為鎖在貨物脫落 警方也依倒交條例開罰 最高可罰一萬八千元 另一起車禍同樣是吊車意外 新北市汐止大同路一段上 一輛重達70噸的吊車 突然自撞分隔倒 對象騎士差點被撞飛 生死一瞬間 潘信駕使向警方表示 因為爆胎 他怕殃及其他人 才會擦撞分隔倒 控制車輛行徑 警銷貨報也緊急出動救援 縮心駕駛及時脫困 沒受傷 但兩起車禍意外 一個鋼索斷掉 造成吊車滑落 另一個爆胎 驚險一瞬間 也嚇壞所有人 三十五九號明春吐鮮報動